好,接著到下一套 黑人牙膏,假東西 自貨物語 生製物語 接著講的就是藝物語 承接就是化物語的人氣 很不滿 本身大家相信都對這一套 你沒有戰場 很高的境界 很少戰場園 這套不是主打戰場園 我理得他 戰場園算監督配角之中 出行最多,那你算怎樣 最少那個是虎子 不是,應該是神園 當然不是,神園比虎子多 神園比較多 至少有三轉 但他們的鴻動度和鹿辱度高 先別管這件事 本身就是大家 因為化物語的 超水準的表現 大家對藝物語都有很高的期望 如果按照他原作的套路 其實 終於原作的呈現是很高的 但其實 好像藝物語這一套 你會看到很多人都會覺得 水墳太多了 我看不下去了 七三比 都好像沒話說 他主事不多 主要賣茶 他洗澡也洗到一會 這第二件事 他主要說的 可以差不多兩三陣 就可以說得完 但他關於說 藝物這件事 其實他講了很多 很多時候 他講藝物的東西 其實通常都是由 阿良良木曆 他本身是自白式 即是自述式的去講 究竟什麼是藝物 究竟什麼是什麼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都說 三集 比進他四集 這個故事就完了 其實就 那四集都是 阿良良木曆在這裏自白 跟你解釋什麼叫藝物 其實故事就可以完了 他這套本來都是這樣的 他這套本來都是很多字的描述 這件事本身關西美事 那你說他第一個故事 就是他本身就是 講這個正義的問題 等等 第一個故事 不是被化蜜魚的角色 出場賣一聞嗎 啊 都是 是這個 是這個 不是 這個 第一就是講這個 阿良良良木曆的 AVG遊戲故事 他由這個 是一個早上早上夜晚的行程程度來的 其實是一個 就是選了什麼人 就播放那段 給你看 還有他表現到 他一開球是被人困住了 在這裏 是啦 那個是後面的應該 不是那個一開頭的 那個一開頭的 是賭罪來的 賭罪一開頭的 就是說 就是這件事件 跟著的故事 其實就是阿良良木曆在他的腦海中 幻想出來 那他第一集已經開始幻想 他才幻想到那些女兒出來 你就知道 他也是一個紳士來的 先幫人家八九子 是 沒錯 八九子 八九子就花了大概半集 大半集的時間 會是你的朋友來的 蛤? 沒有東西 看來那集已經可以了 你不說你又 每控羅利控應該差不多 不同 每控就庫字 不是QB控嗎 他的羅利控很誇張 一飛上去撲 其實你說本身第一集 八九子那個故事 八九子那個故事 其實都還秉承不到 本身化物語 即是 就算在搞一些 性騷擾也好 搞一些爛夾也好 他都會說到 就是那個故事 那個故事 就是他 兩個角色的互動 那個關係 和內容 正受變態之明的勇氣 什麼來的 經典對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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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看的 你說其實 那麼多個 即是 一開始回帶 就見到那麼多個 法物語的角色裡面 真的應該是八九子那段 是做得最好的 其實我覺得這個演繹方法 有點像一隻遊戲 即是呢 你下載了一隻遊戲 然後拿全CG檔 看完那些女兒的CG 然後開始玩故事 像不像 想想好像 看回上一輯的女角CG 然後才找到這輯的故事 你拿完這遊戲下來 你拿了全CG 行了 夠了 有點奇怪 有些文字式遊戲 那樣 其實本身你說 頭兩集 他主要穿襪 就會在 花物語裡面本身的女角 其實 交代來說 就算你說 虎子那回 其實都交代了 少少之後故事的 劇情 當然你沒有看原作 那些人沒有看原作的 就未必會知道 或者你沒有看之後的故事 其實他都先佈了伏筆 之後虎子的故事也好 但魔王 這個之後才說 我們不劇透 虎子的藝物 角色作用 因為他其實 魏蜜語的角色 其實不是他的故事 其實最主要是 花姐的故事 最主要都是 其實跟著他那段都沒有問題 其實很神奇 也不是 其實 因為他那段 大家真的看到 就是 有說就是阿虎子 叫他 千萬不要進某一個地方 那裡其實是一個keyword 在之後的故事裏 但好像沒有說 因為是之後的物語系列裏 就不是魏蜜語 對 但他在魏蜜語裏 已經是佈了這條線 這些是伏線的東西 其實是否應該在魏蜜裡佈 還是下一個物語出來才佈 但如果你當作是獨立一個作品 譬如說魏蜜語 就這樣看魏蜜語 因為肯定 那邊就變了沒用 對 然後你說 因為第二集 根本上全集 都是不停在賣肉 其實虎子 明明是月火的Fan 但誰知道 他是那麼多角色中出場最少 其實 如果你要照回 其實化蜜語的設定 其實沒有 即是說 他們是小學 跟同學之後 其實已經沒有什麼交接了 其實已經是 你說中間沒有交接 都正常的 其實是 Fan 還Fan 但不是很熟 但有說 火倫 是不是倫 火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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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知道 騙子那件事 是 虎子講的 是朋友 不是 他經常去過家 這個已經是小學 當時的故事 當然 這個很重要 他也是交代每個角色 性格特性 例如神圓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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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器是加速裝置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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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水分 那些 已經完全是水分 然後 直接 去到第三集 我去說到第一集 我覺得其中 八九指 報復 governments 去解決第十一集 piel 阿良木就是不想讓他們知道,女世界有什麼危險,要帶他們出來 就是說回藝物語這個故事的重心 第三集,正式開始,就是火蓮的故事 剛才就這麼說,就是正義的故事,火蓮自稱正義的朋友 火蓮是正義的夥伴,月火是正義的朋友 一個是正義本身,一個是正義的幫手 火蓮就是正義的本身,他認為自己就是 月火才是正義的本身 月火是正義的本身,月火是火伴 月火是火伴,正義的本身是火 你誤會了,一個會打架,一個不會打架,就是這麼簡單 什麼呀?叫火打架很厲害 什麼呀?這個之後的問題 最主要是說回騙子這幾個案件 中間也插入了就是,你最喜歡那個 你沒有反應而已 改變雜誌 戰場怨和楊楝無厘 背目 對呀,背目那件事件 你說報的,是承接,還是交代戰場怨 當年那件事件,延續 其實都是一個當年的事件 當年他差點被人強姦的事件 他媽媽就信錯了那個騙子 他說他找幾個人來解決那個問題 解決他重量的問題 背目是其中一個 也是背目引致最終令到父母離婚的 雖然起因不是背目 但是背目是將這個事件向 間接性 即是他搞事力最高 而今次的事件就是 因為本身發生一些中學生的騙案 騙甚麼 這次是警訊 這次是警訊 劇集會說的 騙錢而已 好像是賣怪 他說是一些怪異的東西 買給中學生 簡單來說 應該是說 中學生通常都會隱隱隱怨 然後背目就賣怪異去詛咒 然後詛咒的人就找回背目 究竟怎樣解咒 或者再反詛咒 就是他落去詛咒的人 然後解咒又找回背目 背目的錢真的很多 背目就是騙錢王國 所以他就不用做事 不要的 要騙人 要騙人 集了家人 這件事 因為這件事件 其實就 被稱為正義本身的火輪 就這個 尹上門 尹上門 有說過 背目都沒有想過自己隱藏自己 其實 是尹川幫忙約的 也是不需要問的問題 總之尹尹說知道就知道 他只會知道他自己知道的東西 但他只會知道這個世界上所有的東西 但他的知識是等同於Google 一樣的存在 因為這樣 而被背目下了這個助手 實際上不是助手 但其實我不太明白那件事 是甚麼 圍蘭之鋒 他後期有說 那個不是真的怪事 那個應該說是 他做一些類似的東西 即是把一些類似助手的東西 放在火輪身上 他不會用助手的 那個類似 不是助手的 類似的東西 是假的 他那個不是怪異 他用了一些東西 會造成好像有那樣東西的效果 就好像 維安峰那種的效果 其實是催眠 我覺得是催眠 其實是騙他說中一咒 但其實沒有中 是有那個 症狀是差不多 但其實他過幾天就沒事了 其實是 例如說發燒 前親都那麼熱 其實這裏只不過是 製造一個機會 給阿良木做一些紳士之文 不是紳士之文 不是現在 不是現在 還未到紳士之文 我的意思是 純粹是想做這件事 那段劇情是對的 對 給他發動一下梅控的 雪瑩利亞 關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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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你這樣也進去 不過是否預主題是兩個梅 對 很適合你 雪瑩利亞 但我覺得不好看 真的 同意 我也是那句話 水運太 是很集中 你說之後的 小欣也可以說 集中 小欣那裏其實 有用的 但要不要說 小欣那一段 其實已經是在說 這個 最早是商物語 那時候的故事 解決商物語的 頭軸 頭軸 頭軸的問題 但其實商物語 是會在 藝物語之後播放的 我們為什麼會覺得 水分那麼高的原因 就是因為 很多東西是回答之前系列的東西 去講 所以有些可能沒有看過 之前系列的東西 你錯了 其實那裏 洗澡 那段 交代小欣那些東西 其實不多的 只不過是很多調整 什麼聖光 的物體 全部都走出來 整個兜都是水 不是 那裏 那裏其實是 看雅娘娘目力 拿體 拿得最多是他 網上有人說 你的注重的地方 竟然是這個 那一集網上有人說 就是 賣肉得是雅娘娘目 小欣全身是聖光 即是賣婦女 大家 清替Bullway 我怕Bullway不會收 真的 都只是這樣 本身因為 隱爺 真的在範圍裡 隱爺走了 之後要解決自己 就要靠 梁隱爺 本身自己的 能力 小欣也取代了 隱爺隱 那個怪 知識 怪要知彤庫 的角色 同時在那裏 就帶出了 月火那種衝動性格 有帶出了少少少 即是突然開完門 已經看到小欣 再關門 再開門 拿多了白刀 嚇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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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問題 他也是輕空 適合你 又適合你了 又適合你了 有關我事 他很仇靶 別這樣 沒錯 別解決了 嚇壞了 中間 解決小欣事件 還有中間 內來無力 他本身的獨白 那些 真的和火煉的交接 那個位置 其實真的很少 然後打了長交 不算打架,他仍然發燒躺在床上那段期間, 那段時間的交主,即是對話說什麼正義,什麼藝物, 其實真的不多,那裡花了兩集的時間, 實際上用了半集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了, 所以其實剛才所說的就是水分高的原因就是這些, 洗澡一閘,拆牙一閘, 擦牙之後的,不要的,你們不要經常這麼著意擦牙, 你錯了,首先是拐帶羅里一閘,之後就是玩國王遊戲一閘, 之後就是去執書一閘, 什麼呀,扭扭落了那個什麼國王遊戲, 他說想玩國王遊戲的,玩不成的, 第三集就是執書,去Cumberland家, 之後才開始入正題, 很衝上去的, 其實全部都是賣服務, 你變相就是頭六集都接近是賣服務, 沒有六集,五集而已, 總之都是前段, 前段那個水分,當然之後都高, 前段水分真的過高, 因為劇中知道沒什麼要做, 還有原主本身也是, 不是呀,你有看美劇24, 剛剛衝來衝去20分鐘是很正常的, 你不需要真的把20分鐘做的事全部都做出來, 你叫做什麼呢, 本身是新的維新本身的作品, 對話多, 而可以讓他這樣做, 當然, 我有看原作的, 他原作的對白的重現度都很高, 其實是真的, 所以不重現就沒什麼要做的了, 其實這個是小說化做動畫的, 肯定就不是深逢的錯, 因為我們是不是飛過了禁錮事件, 然後其實你說這一段, 然後交接了很多, 就是這個, 戰場員多麼害怕, 這個羽村的小炒曲, 他突然之間說一句, 是羽村大人的, 不是全藝術, 不是全藝術, 最好看戰場員在耍蚊那一集, 那一集那一集嗎? 不是,他困住了牙梁梁木, 如果你是男警, 本身你說, 就算之後去到解決事件, 就算你說可以中間打架, 其實很多都是靠獨白, 就是獨白幾句就已經解決了, 他就要, 因為本身, 真是你好像說西美那段, 其實你說可能真的小或者悶, 你帶不到什麼, 硬是做了很多, 即是深行做了很多, 戰鬥啊, 或者意識流的東西啊, 或者一些意淫的東西在裡面, 去滿足大家的眼球, 讓那個時間沒有過得那麼久, 那不是原著已經有的東西, 那不是原著已經有的東西嗎? 那我也覺得很悶啊, 你原著一瞬間就過了, 那些文字裡面, 那些文字裡面, 所以他就一直看見, 所以大家會覺得, 就是拉得很長, 那些文字好像很多, 感覺是這樣來的, 其實是, 因為有時候我們看的時候, 就是我們看完整集, 都不知道有什麼得出, 對那個事件, 你不知道劇情有什麼發展了? 是的, 就變成我們看完一集, 好像看單元色一樣, 然後, 就算是, 去到貝木對, 梁梁梅和戰場員那個, 其實, 最終都是一大堆對話, 一大堆對話, 那一集我看不明白, 貝木說的東西很細心我, 我不知道為什麼貝木要打退堂股, 油花園而已, 但是為什麼貝木那集要打退堂股, 完全沒有說過, 沒有理由, 沒有解釋理由, 還有一個, 一個騙子被人知道他是騙子的時候, 他就要離開那個地方, 那是很正常的, 其實這個, 就是, 你要明白就是, 他本身, 他本身都是一個, 他本身都不是一個戰鬥員, 你, 你前面那個, 一隻半金魚鬼, 跟你, 跟你講打, 不是, 貝木的鬼, 整套, 我由藝物, 有花蜜魚看, 到藝物魚, 他都被人捱打, 他幾乎沒有戰鬥力, 他不覺得有戰鬥力, 其實他不打, 其實他有戰鬥力的, 我們期待商物魚, 看看他的戰鬥力有多高, 你說他就是吸血鬼? 不是, 說阿良沒有自己, 阿良沒有自己, 其實他是不打的, 不是, 他的打鬥能力, 就是捱打的能力, 即是HP高, 你打我不死, 一天我始終會搞定你, 可能是傷害吸收之後, 再反加到自己的攻擊力, 那麼像Pokemon, 那背幕的故事其實, 他用一段談判式的, 當然, 很多人都覺得那段其實好像很奇怪, 有些可能不明白, 其實我覺得, 看完那段, 如果想細心一點看回了解, 最好那段就是看回原著, 最慘是悶, 看回原著會好一點, 對方很悶, 沒有畫面, 不是, 因為這個, 本身你說, 在化物語那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是夾雜戰鬥, 去講這件事, 所以, 其實等同於就是, 你用Servive畫面去包裝對白, 以及用戰鬥畫面去包裝對白, 但他這裡就是, 兩個站在這裡, 就是沒有包裝的, 用對白對白, 還有, 加下新房那些奇怪怪的風景, 給你看一下, 但我反而覺得, 談判的那段, 挺好看的, 可能就是, 要用心看, 可能就是, 我想看主線, 究竟故事想發生成怎樣, 這個是難得, 有一個, 那集整集主線來的, 對, 所以我覺得, 反而那集是OK的, 但反而, 其實你說, 故事是火連, 但其實, 火連只不過是引導線, 並不是說他是主角, 感覺令我出來就是, 整個艾蜜如, 兩個角色都是這樣, 他整集都沒有做過事, 就是, 兩個妹妹都沒有做過事, 他就是說, 中了招, 然後到他康復, 那時已經過了, 那個導火線是, 兩個妹妹最終的, 是拿來賣肉, 就是拿來, 你說到娘, 好像什麼, 豬肉桌上的商人, 喂, 那是的, 你火連那個case, 他開頭, 他發燒, 發燒了, 抹身, 抹豬肉咯, 不用洗, 你切豬肉, 不用洗的, 抹完身之後, 他還要嘴唇的, 試味, 嘴唇, 很好吃, 很正經的, 他還很正經的跟他說, 火連我現在要嘴唇你, 我只是聽過那些文樂作品, 親吻我祖國的土地, 還沒聽過親吻我肉, 我吃豬肉咯, 那是嘴對嘴的, 不是親吐的, 然後你說, 接著那一集, 解決了事件之後, 很多人最期待的, 藝物語的一集, 就是賊牙那一集, 這裏開始有一個奇怪的現象, 本身火連, 火連編裏, 在茶那一集已經是月火編, 火連編裏, 火連的出場次數不多, 最入月火編的時候, 火連的出場次數大幅增加, 比月火多, 比月火多很多, 最終整個, 在月火的故事裏, 比他多很多倍, 有人提出了理論, 因為過了火連編之後, 火連已經納入了阿娘娘的後宮裏, 所以他出場次數大幅增加, 有道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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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Onician, 相信Onician, 因為你說, 本身藝物語的腳本, 量講的東西其實不多, 變相很多時候都是靠這些, 而西美也寫了很多這些情節出來, 現在新房流的章子就實體化, 你不要忘記, 去書屋看看, 花蜜語的厚度和藝物語的厚度是一樣的, 但是, 花蜜語寫是五個角色, 藝物語寫兩個角色, 因為中間很多都是一些對話的交通,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變相, 你用回新房流的一大堆文字, 就交代了就算了, 所以他不會去講太多這些東西, 還有今次他玩的新房分鏡少了, 其實對比他那個DVD, 或是Booey的吸引力, 或是翻體成功低了, 不會的, 我覺得只是有這麼多賣肉鏡頭, 我覺得那些Booey已經死硬了, I Am說了一樣東西, 就是藝物語其實不是真的新房負責, 他只不過是新房的徒弟去負責, 但是新房叫做, 仍然有新房的風格, 新房好像是在搞雙蜜語那邊, 所以他是不是要劇場版呢? 是要劇場版別, 找個徒弟來試到, 不是, 這套東西其實可有可無, 或者他覺得不是特別好, 不做的, 不是想起自己去做劇場版, 他不是在練這些新人嗎? 不清楚啊, 新人不要問他, 這個是公司的政策, 這個是公司的政策, 不要玩新人來的, 當然你說, 拆了那一集都是水份來的, 拆了整個, 起多村英你的表現很好啊, 不是, 那個是商業化的考慮, 我想知道, 沿著有沒有這些網友, 有, 皮膚長不長? 我不太記得了, 這個集, 你很難想像到, 一幕拆牙, 他拆了10分鐘, 後半集, 你拆了很久啊, 你拆了很久啊, 起多村英你好辛苦啊, 他真的要把牙拆下去配音的, 是啊, 他自己說過, 在Radio說過的, 我會拆蝕牙, 你拆了很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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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就算這集之後, 還是這個, 火蓮的故事, 就是帶他去見阿神遠, 那裡都浪費了半集了, 不是, 那裡純實, 還有帶的途中, 就帶出了, 映鳳, 是不是叫, 映鳳, 還有他的屎魔, 我原本以為映鳳是男人, 來的, Sorry啊, 我因為在迷之館, 知道他有名字, 梁鳳知, 好像是女人來的, 你當背部是什麼, 你當背部是什麼來的, 你當背部是什麼來的, 我想知道, 馮鳳是什麼, 其實你那段故事, 最主要就是, 我反而覺得, 月火的故事, 就比較容易簡單易明一點, 其實, 他都夠短, 可以這樣說, 其實, 還有月火的故事, 帶出他的重心比較明顯一點, 比較容易理解, 應該比之前, 火連的故事容易理解一點, 不是, 他比較貼題, 偽物, 這個真是偽物, 就是, 之前火連那個, 其實是叫做什麼呢, 在一個信念上, 那個問題, 而這個就是, 講的是, 真是一個實體上, 那件事真是假的, 真是中國製, 真是中國製, 不是, 不是真是完全假的, 身體上, 身體上是真的, 那個靈魂是錯, 不是, 靈魂是假的, 不是假的, 是的, 還有, 我覺得有一點, 可能, 因為, 之前, 火連的故事, 亦夾雜了一點, 關於, 戰場員, 他要交代戰場員, 那件事, 但是, 月火, 那件事, 他直接, 一身, 一半, 沒有什麼交代, 一半左右, 還有, 月火, 之前, 有在火連那篇, 略出現過, 有個角色性格營造, 所以, 他不用詳細去講, 那他翻譯語, 也有box up, 阿倫良的, 所以, 他不用詳細去講這個角色, 反之, 當然, 你說解決事件, 他變相打一場, 但是, 反而, 這一場, 沒有什麼對白, 純粹是打, 不是, 有很多對白的, 兩個的, 怎麼說, 兩個的立場, 互相碰撞, 開了這種feel, 但是, 你說完之後, 沒有力氣的, 應該說, 兩者的, 立場衝突之後, 是沒有解決的, 有的, 有解決的, 阿倫良良木, 他想表達的就是, 那個是我妹妹, 即使他轉了也好, 我跟他相處這麼多年的是他, 所以, 他就是真的, 還有, 他有說回背目的, 為什麼藝物可以超越真物, 當你一個藝物, 想成為真物的時候, 你會付出你不斷的努力, 成為真物, 當你不知不覺間, 你會超越了真物, 你會成為一個比真物更強的存在, 其實他要承接本身背目的故事, 其實兩個故事本身, 主題其實是帶到的, 互相有呼應的, 但只能說中間的水分太多, 而令到故事本身拉長了, 物路不清晰, 因為他太多角色, 其實你可以說, 我覺得是商業考量的需要, 令到所有角色都要出場, 應該這麼說, 原著小雪西, 就是想讓, 即是, 完全沒有關係的, 和夫子, 和宇春出場, 所以, 他變成動畫化的時候, 亦都根據劇本的問題, 照樣回他出場, 可以這麼說, 我覺得, 這是比較歸咎於原著, 原著的問題, 這個不關製作素事的, 這個真的不關, 是原著那個, 拉得比較黏, 因為動畫化的重現度應該挺高的, 因為其實你說, 這套其實可以八閘, 這套如果你說八閘的話, 這套如果你說八閘的話, 嘶, 嘶, 我覺得OK一點, 嘶, 嘶, 有中槍啊, 八閘也不會太長, 六閘算吧, 不, 他如果計算一些service, 所以他壓縮少少少, 我覺得八閘的節奏OK, 如果八閘會節奏的話, 不需要去到十二閘, 當年OVA, OVA的怪物王女都是六閘, 差不多了, 然後你還要忘記了, 他還要有第十三閘, 他之後也是, 不是, 現在原是電視版的11閘, 原是11閘, 有OA嗎? Vac的配信未知, 對,Vac的配信還有一閘, 應該是, 理論上, 他還可以說什麼? 後入, 好運是我的上次, 自己看吧, 好笑話, 他幫後面的物語姿勢, 他幫後面的物語姿勢, 因為之後後面都很亂, 其實後面的物語, 西未死的東西一向都是這樣, 大家都知道, 據我所知, 之後的物語, 你好像每個角色都有一半, 對, 沒錯, 如果他做了動畫, 很可怕, 如果他做了動畫, 就很可怕, 他之前說過了, 他一本做了一季, 那本身你說角色有人, 每個角色都有人, 應該沒有那麼長, 他會說什麼後物語, 俗後物語, 不知道做什麼, 什麼中物語啊, 中二語啊, 聽過, 是啦, 之後的, 看看他之後, 我們之後應該最快看到的就是, 花蜜蜜語的前傳, 就是蔡蜜語先, 原來我們月火篇講完了, 真是沒有話說的, 你故事, 簡單意味道, 我想有看的觀眾, 一定會得到裡面的意思, 不需要他, 反而你說, 在火連片那裏, 反而可能就真的會說, 不知道他做什麼, 你未必會知道他做什麼, 你第一次看, 未必會知道他做什麼, 其實很簡單的, 最後他妹妹那篇就是, 有個人來他家裏, 打他的妹妹, 打爆了他的妹妹, 然後他去找那個人, 他去被人打, 被同一個人打, 打完後那個人就, 打夠了, 我走了, 然後解決他就走, 其實我猜是這麼簡單的, 就是一個, 你不想到你的話就可以了, 那, OV和ED其實就是, 不行啊, 我覺得, 有人說, 那個, 我覺得喜多村是唱得OK的, 但是, 鄭海宇鄉都算可以, 但是我覺得, 這些就真的差一點, 有人說月火一個, 好洗腦的, 我不知道在哪裏看到, 有一個小時長版的, 不是一個小時, 但是, 十幾個小時, 其實呢, 如果, 上面有一些片, 是將月火的OP, 反轉來播, 其實是OK的, 反轉來播, 你不會覺得有異樣的, 整套東西是不會有異樣的, 大家可以試一次的, 反轉來播, 但我覺得OP2OK的, 挺好看的, 嗯,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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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特色在裏面, 你可以說是, 但是, 這些我不覺得會差, 但是, 如果你比較, 你比較在上一季, 沒有辦法, 這些那個畫面的風格, 照樣都是, 但是, 你說歌的話, 這個真的沒辦法, 應該這麼說, 因為他歌和, 上一季, 上一季, 他配上最初那集是太神了, 上一季, 上一季太神了, 所以, 你變成金, 有落差的, 一定有落差的, 但是, 就不是去到差的階段, 沒有去到差的, 這個就真的, 只是對比回, 而且, 歌詞對比回, 都是藝物語的故事, 嗯, 那這一套就到這裡, 那我們就去下一套, 好, 好, 好,